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来过一些身体略带遗憾 但却依然美丽动人的姑娘 她们的美丽 不仅仅在于她们的外表 更多的来自于一颗坚强而乐观的心 她们微笑地面对生活 她们用灵魂的美丽 战胜了一切生活的苦难 她们活出了最真实的自己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属于她们的关键词是什么 让我来陪着你吧 让我来照顾你 陪你度过那一个一个的沟 我们的感情真的很深很深 她也很爱我 我也很爱她 让我们用微笑 传递有爱 我说孩子 我是只有通过不断的努力 和细心的雕琢 一样会应得美丽的人生 我一定要跟她们一起好好学习 要跟上她们 你可以继续上学了 我好 我要把努力 在生病期间 其实很多人来向我求助 她们觉得好像我能够乐观地面对困难 面对生活 但在背后有很多自己 要默默地去忍受的一些痛苦 那个时候发病了以后呢 其实是很痛苦的 然后她说 就这一小道沟 你说你自己都迈不过去 你说你未来还有那么多道沟 你自己怎么能迈过去呢 然后让我来陪着你吧 让我来照顾你 陪你度过那一个一个的沟 当演员是我少女时代最大的梦想 我曾以为这个梦想再也不会实现了 如果每个人生都有道具 那贯穿我人生的道具就是舞台 在失去色彩的世界里奔跑 一路跌跌撞撞 我曾以为不会再有属于我的事业 我看一眼里面是什么样的 那就是在这里面 这个吧 鸭鸭出去 好的 好的 谢谢阿姨 如今我明白 只要朝着阳光 就不会再看见阴影 有请王磊磊来为我们讲述 属于她跨越黑夜的幸福人生 好 接下来我们就用热烈的掌声 有请出王磊磊和他的爱人 图磊老师好 大家好 图磊老师好 好久不见 是 有什么变化吗 我们现在生活得非常的好 因为在我的先生的帮助下 我已经完成了自己一个儿时的梦想 我去到了北京电影学院 成为了北京电影学院建校以来 唯一的一个盲人学生 在学校里面呢 一直在学升台行表四门专业课 我在学习表演的时候 我们不是经常会演一些话剧 我先生呢 他每天会进到学校里面 帮助我拍一些视频 慢慢的他就对这个拍摄比较感兴趣 就也考到了北京电影学院 他现在已经成为我的师弟了 这就是富上富随是吧 对 有参演的作品了吗 现在正在筹备 我根据我自己故事改编的一个电视剧 我们现在正在前期的剧本打磨当中 我们特别想看看你们这部片子 现在的筹备情况 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当演员是王蕾蕾少女时代最大的梦想 为了帮助爱人实现每一个梦想 艾淑义带着王蕾蕾一起报考电影学院 听起来不可思议 但是王蕾蕾用三个节目打动评委 从两千个报名同学中脱颖而出 成为了北京电影学院建校以来的第一个盲人学员 在课堂上 王蕾蕾蕾蕾积极参与表演练习 尽管看不见 但走心的表演 很快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认课 目前他们夫妻正在筹拍一部 根据王蕾蕾的经历改编的电影 预计2020年上映 听说这几年的变化当中 你还有一个大的收获 你拿了一个大奖的吧 我是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有请这位特殊的嘉宾 谁呢 不能说 咱们先不说话 既然是特殊的嘉宾 就要让王蕾蕾猜一猜 到底是什么 是我们的选手吗 你可以摸摸他 吴蕾老师透露一下 好年轻啊 主席吧 是的 主席你怎么来了呢 天哪 您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是环球风大赛 全球执行主席李云轩 那你跟我们说说 为什么那么多夫人 最后你把这奖奖给了她 为什么 是因为就是蕾蕾我认识她了 是在2017年的下半年 结果我一看到她以后 离我眼前一亮 她非常非常地热爱生活 不停地学习 不停地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这正是我们环球夫人 要寻找的内外兼修 具爱心与责任感的 这样的优秀的女性代表 一个女人的美 或者一个男人的美 还是要给大家带来美好的感受 是的 问一下王蕾蕾 有什么特别的话想对李女士说吗 我非常非常地感谢李主席 是因为您告诉我了 未来我们要做很多很多 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所以我想说 无论我们环球夫人走多远 我都会陪在环球夫人陪在您身边 好的 你们是携手共敬的伙伴 谢谢李女士 好的好的 您稍事休息 好不好 掌声欢送 你看你这又上了学 又拍了戏 又拿了奖 对对对 但是我更关心的是 你们在实现梦想的同时 你们夫妻俩都去学电影去 这家里谁挣钱养家 我们在做一个公益的商城 我现在平时在休息的时候 会跟着蝉联 去全国各地的农村 去开一些课堂 家里有地的 或者有水果的 然后给他们讲 怎么样把这个梨呀 或者苹果呀 我们给它定价 然后怎么样去拍 这个文案啊 素材呀 然后放到我们的平台上销售 我们培训出来以后 会挑选一些优质的商品 然后进入到我们的公益商城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拿出来利润 去做公益了 这几年 你觉得你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我最大的收获就是收获到 很多很多有爱的 内心美丽的人 他们对我的帮助和关爱 所以我在这里特别想感谢他们 四年之前问过你的心愿是什么 今天我还想问问 此时此刻你的心愿又是什么 我现在的心愿呢 是追逐更大的一个舞台 我梦想的舞台 就是唯命秀的这个舞台 然后现在也是在一直训练当中 在祝愿你梦想成真之前 我还是更多的希望看到 你出现在很多公益的舞台 更想看到你自己筹备的那部作品 好 好不好 祝你们梦想成真 谢谢 谢谢 祝你们更加幸福 再见 谢谢 往前走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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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